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血的》 《语爱》第288集 奶淘,你等等,我打120 路易手忙脚乱地看着惊吓,他甚至不敢伸手去扶他一下 他不知道他摔到了哪里,只觉得他这一生生的疼喊得他心乱如麻 若不是这么多年养成了沉着的性子,估计他连打120都会忘 惊吓抬头看着路易,一张小脸苦成了一团 他下意识地摸着肚子,抓着路易喊疼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该跟你吵 你夸别人就夸吧,又不会少块肉,我跟你计较什么呀 老婆,对不起 路易像是被人按下了话烙剑 不停念叨着 路易匆匆帮惊吓穿衣服,套好围巾帽子 把他裹得像个小粽子一样,小心翼翼地抱起来 慌乱地敲着隔壁层乐的门,把他拎起来 他一边不停和惊吓道着歉 一边急急抱着他下楼 惊吓缓了缓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并不是肚子疼 他揉着手腕,撇着小嘴问路易 我刚刚跌倒的时候,是不是跪着的 啊?路易一下没反应过来 还在忙忙叨叨地跟惊吓道歉 顺势透过玻璃,往外张望着寻找救护车 惊吓揉揉手腕,又活动活动脚踝 老公,我好像不是肚子疼 是手腕和膝盖疼 真的?肚子不疼 路易低头看看惊吓 眼睛下意识地往他肚子上扫了一眼 惊吓很认真的点点头 这会儿冷静下来之后,他才反应过来 刚刚摔倒的时候,他是四肢着地 手腕和膝盖撑住了身子,并没有完全趴下去 所以现在真正不舒服的是他的手腕和膝盖 刚刚下意识喊得疼 也是这两处疼痛 只不过他现在怀着孕 稍有不适就会误以为是自己肚子疼 要不我们不去医院了吧 惊吓有点不太想去医院 那股难闻的消毒水味道会让他不舒服 外面已经隐约可以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路易抱着惊吓往门口走 对他而言,经历过一次失去之后就再也不想尝试那样的危险 他宁愿这一趟跑空了,也不希望留下任何的隐患 陈乐尽心尽力地跟着忙前忙后,一会儿去缴费 一会儿去准备温水,一会儿又去车里找什么资料手续 惊吓始终在路易碧弯里,岂先是因为担心他肚子不舒服 后来又加了一条,他的手腕和膝盖有点疼 麻烦您再看的稍微仔细一点,他确定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会不会现在没问题,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又不舒服? 要不要先办个住院手续让他先住院观察几天 你太太没事,他现在没有任何的不是症状 万一一会儿有呢?或者后半夜有呢?又或者是凌晨什么时候的? 路易有些着急地打断医生的话 医生皱了皱眉,看看惊吓,又看看路易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 一个被丈夫抱着进进出出看医生的女人,想来也是被极度宠爱着的 看着惊吓住了院,路易的心裁总算是踏实了一些 医生都说我没事了,你干嘛还非要我住院呢? 惊吓扁扁嘴,就算是再好的医院,也总是让人感觉到不舒服 路易半蹲半跪着趴在病床边,来来回回这么几趟 他的额头早就秘密地布满了汗珠 就算没事,也要小心一点 现在你是两个人,万事,谨慎一些是应该的 知道我是两个人还故意气我,还凶我 惊吓踢他一脚,小脚丫隔着被子没什么力道 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路易脸色变了变 赶紧握住惊吓的脚端端正正地替他收回去 我错了,保证以后都不会跟你吵 你想夸别人就夸 我乖乖听着 你想说什么都可以,我一句都不反驳 什么叫我夸别人,我夸谁了 一听这话,惊吓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藤弟坐起身来瞪着路易 直至这会儿,他也还没搞清楚为什么路易今天晚上会有这么大的火气 路易见他急了,赶紧又忙着陪不试 他这样唯唯诺诺的态度 倒让惊吓心里更不舒服了 路易,你说什么话就说清楚了 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这一会儿一句,我夸别人 你倒是说说 惊吓皱着小小的眉头,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 路易你这个大醋坛子 光听着我一句一句说人家小哥哥长得好看了 你就没听到我还夸他们店的选址,装修,还有甜品等等 每一样都很厉害吗? 惊吓忍不住戳戳路易的脑门 他真是没想到,一向精明的路易,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这么糊涂 他话里话外提了那么多他听不进去 倒是只记得他说人家店员长得好看了 你下去,不准坐我的床上来 惊吓踢踢路易 把他碾下床 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的时候,他很生气 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了之后,他又气又恼 简直想把这个男人直接打包扔回路宅 让老路重新教育一回 路易乖乖拉了椅子坐到一边 被惊吓这一番训斥之后,他也有点反应过来了 他整个晚上的确不是只夸了那几个店员 更多的还是关于整个店面的问题 路易,你又不幼稚 我们现在是夫妻,我肚子里还带着一个小的 我对别人能有什么样的心思 难不成我怀着你的孩子,还惦记着和别人怎么样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你 啊,惊吓说着说着气,便不打一处来 随手拎了枕头去砸路易 丢出去了 他才想起来刚刚他把自己的手机扔出去砸坏了 我手机刚刚被我砸坏了 你去给我买个新的回来 顺便回去把我的手机卡给我找回来 行,天一亮我就让岑乐去买手机 路易乖乖硬着 这会儿,惊吓说什么他都得答应着 惊吓这会儿看路易横看,树看都不顺眼 索性把他撵出病房 自己拉高被子睡觉去了